国民老公嫖妓退出演艺圈陈渊四年逆转遭涉局 中国演员黄海波有国民老公之称 2014年在北京嫖妓被捕 形象重创 但近日有业界人士指出他当时是被人坑了 更传出当时被嫖的女子刘新宇在直播时说出真相 称是被人利用 受不了良心谴责才吐出实话 称黄海波当天被灌醉送到宾馆 他查看他的状况什么都没有发生 公安就冲进来 显然是有人早已报警 疑似涉局要污蔑他 对于此番说法 黄海波尚未回应 事情过了四年 当时一起被捕的刘新宇现出面表示 自己并不是性工作者 而是没什么名气的演员 当时拍摄某副电视剧 有位神秘人物邀请整个剧租吃饭 黄海波也在其中 席间大家都向他敬酒 尽管黄已经是也喝不下 仍被追酒 最后醉得一塌糊涂 失去意识的黄海波被送到宾馆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他进来了问我吃饭没 跟我谈了很多 就像聊天一样 说自己演员压力大 想当平凡人 之后警察就闯入以嫖娼罪名逮捕 黄海波在事业高峰染黄 当时甚至被爆料 嫖到变性人 事后嫖妓对向母亲 澄清是阴阳人 但这样的更正也没有比较好 他被判刑证据留15天 之后被裁定收容较于6个月 获释后以153字声明道歉 恰逢广电总局下令封杀猎击一人 他就此退出演艺圈 船转项目后发展 原本大好前程戛然而止 这几年间陆续有传言称黄海波是被陷害的 更有知情人士透露 他是因为据研谋影视公司大老板投资的电影而被报复 网友对于他疑似含冤 被黑国四年感到恨冤 质问社局者梁新何在 也希望他能付出振作 也希望大家能够ere看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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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